監警 路人呢 這個警鐘嚇壞了 員警趕快獲報 緊急到場來處理 一邊安慰他 一邊趁勢奪刀 場面相當驚險 放下來好不好 這樣別人可以放下來 看到罪漢手持刀刃 刀鋒就對著自己 員警不敢大意 因為只要一不小心 就可能出事 可不可以先放下東西 有 要過來 要幹嘛 幹嘛啦 大哥 我幫忙你 你也幫忙我們好不好 對啊 我們已經聯絡了 我們幫忙你 你也幫忙我們好不好 員警好嚴相勸 但眼看罪漢完全踢不進去 只能一邊勸 一邊準備奪刀 一個劍步 只見其中一名員警 突然搶走罪漢手上的刀 另一名員警 則是隨即把罪漢給壓制 然後罪漢看到刀被搶了 氣到忍不住想多揮 在兩名員警合力制服下 最後終於成功壓制罪漢 接著守候在旁的救護人員接力 把罪漢給送往醫院 結束隊長街頭驚魂 4號上午桃園警方接獲報案 得知一名男子合得罪勳勳手持刀刃 在賣場停車場的出入口 想傷害自己 還好員警處置得宜 化解危機 介入自然顏靜宇 桃園報道